欢迎回来 智慧成忧荣耀 这里是2018SZR春季赛 本次赛事由杭州游卡主办 感谢百度贴吧 安德斯特电竞椅 法国独鹏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我是本场的杰说石榴 我是杰说滴滴 好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 常规赛第二轮第三场 老司机对阵GK的C4项目的比赛 刚才在上半场是两支队伍打成了2比2平 嗯 对的 对的 然后看看这次的4分能够归谁所有 对 今天平的西班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平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在上半场就打成了一个平局 对 然后现在打4比4的话 是的 也不知道谁强谁弱到底 感觉这一轮实际上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比分全输 整个这一轮不像上一轮似的 上一轮基本好像周二周三周四打完 基本好像我们胜负已经分享了 感觉就奠定了胜局一样的 上一局 好 话不多说 马上看4比4的第一场较量 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选项 这边冷色方1467 暖色方2358 就以前说2358是最强阵容 现在还是吗 2358不一定 现在是先看大家的一个降面 之前是因为2358最强阵容是因为啥呀 是因为 暖色方联动的位置比较靠前吗 对 联动以及他们有8号位嘛 8号位优势会大一些什么 对 而且基本上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搬选这样的局面的话 那2358号位移动就基本上就已经是个大优势了 一点国家 消失什么那种 然后现在的话 直接先桌了吗 这就先了 那看来是手里的降不好 应该是手里的降太差了 但是要是对面的降也差呢 我感觉这个现在有点早 对对对 再给大家赘述一下我们这个先桌啊 就是每次我们都是不耐其忘给大家解释一下 先桌是每个队伍都拥有一次权利 然后它是在你8号位整个选完将 然后到你看到手牌之前 你可以随时提出来说我这局就不打了 对的 因为我可能对面降太强 我降太弱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不打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打出 在我们公屏上打出先桌两个字 或者说我们不打了 等等等等 这类似的如果说确认了之后 那我们就视为这局比赛无效 也就是在8号位就是选完将之前 你所说的那个先桌都是有效的 对的是的是的 也可以像这样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这局先的太早了 因为如果你的降面很差的话 对面的降面可能也差 你其实可以把整个降面都看完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先桌 有可能四个都差 四个一看五五上下 有可能就是对面也差 还是等一等好一点 但我们可以就是综合一下感觉 如果是五五开的话 那可以打 对 对啊 先想稍微一点早 其实不用太特别早 刚才我想想 就一个徐晃 怎么了 我想难道徐晃这么强了吗 都 是不是改成我不认识了 可能还是更多看到自己方的降面 烈势的多一些 这里面虽然改成随机模式 还是有很多强将在里面 这个版本迷竹是吧 有吧 这个版本有迷竹 四维四有迷竹 然后留鞋这种八个的存在 对有的有的 有的时候确实挺难受 昨天还是前天就有一句 那个留鞋迷竹 留鞋看则直接先桌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就比如说 可能一起手 所有强将在一个人手里 然后其他人这样都很弱 实在带不动那种状况 就也很尴尬这种 就是我觉得先桌这个事情 还是得等就是将面全了 或者说就是敌方有一个武将 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我们再先 对 我们推荐是你先打出先桌这两字 但是你不要发出来 对吧 等到你快差不多的时候 最后一个将亮之前 对对对 选择先桌就好了 八号位亮之前 你都可以选择先桌 先桌又不是就只有 就是0.1秒不可能呀 对吧 这边一二三五七号位 就是 敬猜还是 这没有了 这一轮的敬猜 就只有那一轮是吗 每一轮我们只有一场敬猜 这个打晕滴滴 窜乱暴走十六什么意思 就是爱上了十六 十六的 十六的真爱粉出现了 对你们说后面这句 我相信真的 打晕火暴走敌敌 我相信这件事情 可能抱不动吧 两百斤的我 我的天 那你要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剁一剁 美国就知道有没有石油了 可能吧 这边一号位选了一个雇佣 但是 但是GK已经没有翻桌的权利了 对没有先桌的权利了 这局 我觉得这一局的将面才 这一局才值得先啊 对这一局才值得先啊 真的 你看之前就 对方亮了一个这样的 留鞋跟夏欧敦本身就有一定的配合能力 对对对 你拿了牌之后 我可以把牌再度分配 你拿几个 我拿几个对吧 就是先桌这个事情 还是没必要那么早我觉得 真的没必要那么早 或者说你把字打好了 不小心按出去了 那你以后就得注意了 对 这边补了一个迷竹还可以 对啊 你看暖色 我觉得暖色的将面 可能比上一局的好 因为上一局是直接 是亮的一个徐晃嘛 先亮一个徐晃 这个就不知道了 其实在随机模式下 暖色方这个将面 已经正经很有了 很不错 哇塞 这么富有的吗 公孙渊的 点都想拼的 我觉得公孙渊的眼睛现在发亮 哦 顾佣你手里那么的好 这一会肯定是要拼顾佣的 因为他点太小了 而且顾佣是个主攻卫 打他就好了 没有必要 你看冷色方的其他 其他几个武将你想动吗 不想动 完全不想动 对可烦了 留着他就挺好 一般 顾佣在四四上场的时候 大多数还是主帅的多一些 就前锋 哎呀三血 一旦被打两血 我觉得就很难受了 对 除非说你这个位置保护的还可以 顾佣比较脆弱 对对对 这边继续对雇佣输出 要给夏侯吗 给夏侯 肯定给夏侯 给夏侯拼一拨 输了话不亏 输了话还能刚裂你 嗯 对 哎 而且这里还可以清减 清减再把牌分一分 对 这个给你 那个给你 对吧 很好的配合 夏侯墩这改的还不错 嗯 就是所以说大家先说一定要慎重 慎重 下次不要先早了 我真的觉得这 这局就特别难大 当你觉得你自己加面菜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对面 对面加面可能比你还菜 嗯 对 所以这是一切极有可能 嗯 不要太早的做下结论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就 失误了 就不小心点到上面了 有这可能 有这可能 看这边清减的一个分牌 嗯 一人三张 三张给了迷竹 三张给了公孙渊 嗯 挺好 能给迷竹补补补牌 我觉得迷补值得补 然后公孙渊这里就调整一下手牌 花色就好了 对 这个杀不中吧 这个杀不中 嗯 只有经历过 骑手六张同一颜色的痛苦 你才能明白 这个视线上 真的没有对你那么好 嗯 这么恐怖吗 真的 我真的经历过 骑手六张一模一样 我的天 还是一个冷土工作员 你让我 打三三的时候 嗯 好尴尬呀 真的很尴尬 这边还是要先看手牌啊 你把能用的用一用 要最后来一个四偷 哎 冰箱寸断一张 灵筒 很好 对 就是说一下子就是 我让你没有太多旋风的可能了 感觉一同风呢 起码你气牌旋风是不可能了 是的 我还要偷你一波 怀疑 嗯 四偷 哎 三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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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三黑 对 拨三章 看不到他气的是哪个颜色的吗 嗯 他选择的是黑色 他刚才上面写 肯定应该是 可能没注意 可能没注意 嗯 八成得气黑的啊 红色他还不错 有桃子的 那黑色有无限 还好 因为对面没有无限 因为看出来了 刚才那个 他那个勒布斯鼠的时候 就看出来对面没有无限 哦 对了 我发现就是 那个无限可击 只 好像只改了 统帅里面的 没改四四里的 哦 对 就是持续多条 那个 对对对 那个四四改的话 可能要重新开发 就一种 嗯 嗯 就是统帅的配置 是独立的配置 哦 呃 比如说我四四 想要加一个将 很简单 其实就是要把 身份局的挪过来行 嗯 但是如果 就是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迷竹 跟你在三三里建的 迷竹不一样 三三里面 需要重新开发一个迷竹 哦 这样 就是不一样 三三所有的武将 都是需要重新开发的 哇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 什么做刺啊 行动顺序之类 还有好多反应 它会影响到武将的 这种东西 对 对 我也不是很懂 这是反正 技术人员告诉我 嗯 好复杂呀 公孙渊 公孙渊其实不算废匠了 公孙渊在四四里面 用的场景蛮多的 公孙渊当然不废了 公孙渊不废了 继续火攻 公关城里 有记得都是红的 红的 嗯 这叫红桃 啊 十张牌 有点假啊 你对不起你这个 有点假 老大老板 你这个不太合适吧 有点假 十张牌没红桃 哎呀 老板 我看一下 他出红桃 这里就要 如果出红桃 就要批评一下了 哈哈 这里直接是 对 这里直接进入了秋桃 如果 那 雇佣自己出桃的话 就 堆油手里 应该是没有桃子的 不然会让雇佣 回吸个血线 是的 是的 哇 资源了一波 不资源 嗯 下回合 留学再补两张 对 没事 就下 夏侯敦会补的 对 夏侯敦会给 嗯 这边换了一下 把方天画戟拿到手 控制一下 迷竹输出 但是夏侯敦这个 手里的这个 武器还是比较难受的 青龙咽乐刀 防不住 冷酥风很乏力的 现在 因为他在这个阵中 你的曹冲是白板 对 没有人动你 你的乌国泰也是白板 就一张 一张闪 但是一会儿 还是会拼你的 对 还是会拼你的 嗯 就是还是我们之前 说的那样吧 我觉得 就是该先捉的时候 先早 就是 有些捉不要先太早 嗯 不然 感觉更难打 就像这一局 我们 开始看到 我看到留学 跟夏侯远 夏侯敦两个人 我就 很难受了 很难受了 对 这边继续进行一波拼点 嗯 闪的话再给一刀 青龙咽乐刀呀 对 看一下曹冲能不能翻面 从而翻面感觉也救不了多少 然后国泰 不用手里灵牌 这局基本可以放弃了 可以放弃 马上 马上那个公司员这波 再偷一个长点距离 对吧 把你的嘉义码偷了 把那个窝泰的距离偷了 对 又是一点输出 然后到弥主这里 还有输出 然后因为你现在 曹冲和 那个 曹冲和林桶 基本上就废了 因为没有 暖色方是不会去打他们的 对的 那这里嘉义码 把那嘉义码偷就可以了 偷嘉义码 方天 偷那个方天 对 刚才红牌多嘛 红牌不需要留了 嗯 还有决斗 还有决斗 那红的都不要了 基本冷色方就 这桃子不要了 不要了 七点七点七点 然后这里是选择了红色 可以偷四 决斗一张 然后一会儿还有沙 没有了 有一张桃 嗯 这张桃应该是 刚才摸上来的 没什么太大用了 整个这局 冷色方阵情差很多 嗯 对 虽说 林统和那个曹统在坑位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人会去动他们 对 起手除了曹统 乐了一下那个 公孙渊 但还没有乐中 所以说 就单纯靠着 吴国泰和那个雇佣 其实 嗯 个人能力比较弱 对 就是这一局 冷色方的主攻 我觉得就是 如果 雇佣 他太容易被打了 如果你说换一个国家上去的话 那我觉得 没关系 他们不会打你 换一局国家 我觉得这局是另外说的了 对对对 这局也是 江面烈势比较大 没有办法 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 嗯 双方 目前第一局是老司机 二比零 二 就是在四比四 我们四是一局两分 对 一局两分 二比零 那目前现在老司 四比二 暂时领先 嗯 还有机会 但是GK还是 下一局还是有机会 可以搬回来的 嗯 我们稍微分一下 GK如果下局再输的话 那周日进行完二 顶多是拿一瓶 对 最多拿一个瓶手 因为周 周末的二位二比赛项目 呃 总共的积分也是四分 是的 嗯 我们还是 从在自身俱乐部角度考虑 能赢一定不拿瓶 当然了 拿瓶就拿一分 拿瓶就一分 赢了有三分 赢了有三分 所以说下局 对于本人来讲 本轮的GK来讲 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稍微要调整状态 但是那个 老司机还有一个 先桌的权力 对 老司机就是先桌的权力 很重要啊 嗯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双方可能选手需要 调整一下状态 呼唤一下冷暖 嗯 我们先 要不就吃点别的 你干嘛要吃呀 没有 不是我一定要吃 关键是 真的 真的饿啊 你来出差这几天 我觉得这件衣服 会越来越合身 是吗 你知道吗 是同甲的衣服 我真的觉得 那昨天刚穿 我觉得跟大褂一样 不会的不会的 胖的 然后今天就合身了一点了 是吗 然后到了明天 哎 穿着刚好 我走的时候 人家 那个回去老大一定会说 哎 你这个出差出的挺滋润 对 出差是不是过得比较舒服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出差 一直到后面 我一共胖了十斤 对我一出差就就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国沙真养人 哈哈哈哈 这个可能真的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关 嗯 没办法出差到当地确实就各种饿 各种饿 控制不住 主要是北方的食物太好吃了吧 南方食物稍微有点不是那么对胃口 吃不太惯 哦 是因为辣吗 不是啊 嗯 我比某个导播能吃辣呀 哈哈 某个导播 我比某个导播能吃辣 就这两天我跟红甲吃饭我也很抑郁 红甲是 嗯 昨晚晚上去吃烤串 那红甲说那个 所有的都不要放辣 对对对对 那麻辣小牌怎么办 你告诉我那麻辣小牌也不放辣吗 然后红甲说 我不吃我不吃 红甲不吃辣 一口辣不吃 哎呀 真的很难受跟他在一块 你可以就是 要我个辣椒面啊 哈哈哈哈 我想不好 反正考了会好一点 对 行 那个看来是后面可能选手那边出了点问题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 有点耐心 然后我们提前预告一下明天的比赛啊 明天也是一场比较有看点的比赛 应该是Casper对无双 Casper对无双 两个俱乐部 Casper本身是去年算是未免 不是算是啊 就是未免冠军 对对 去年整个是拿了一个 2v2 再加上一个4v4 然后再加上很多里面 包括毒链啊 影子啊 在今年整个大A 其实也算恢复过来了啊 但是我们还要看后续比赛 所以说今年势头还是比较猛的 无双呢 在传统的C4是强项 这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今年又吸收了那个 甘晓宁和那个谁 福光 哦 那是会下 但是上周福光是没有上场的 没有上场吧 我以为只有甘晓宁到他们俱乐部了 没有 福光也到了 福光也到了 所以说今年整个势头会应该比较猛 所以明天应该有可能 真的耶 我觉得明天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甘晓宁 福光影子大A四神的局面 在我一看来是四神的局面 因为我们私底下觉得 统帅能玩得好的人 确实无论是从排序 大局观的讲讲等等 都算比较不错的 因为统帅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 所以说明天这场比赛还是比较期待 比较让人期待 大家可以到时候准时来观看我们的比赛 对的 明天也是晚上的七点半 七点半 明天周五了哈 并没有什么用啊 就我在杭州的时候 我觉得之后还能让我高兴一下一下 那你有体会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聊 我在 我在 换言话题 我在这儿坐了两周了 不是我 当时怎么聊 我说我说滴滴 要出差去北京解说 你不是特别愿意吗 你跟我说一周 我没有 绝对没说一周 你说你先住一周 对 我是这么说 我说你先住一周 对吧 你先住一周 没想到 因为我们本想说杭州直播间 能接盘 但杭州直播间设备出点小问题 然后所以说现在杭州直播间并不能处于一个很好的冰凶状态 所以说 可以多依靠北京直播间 然后其他三位主播呢 表示出差 路途遥远 很辛苦 要不你们回头跟那个 乌云商量一下 乌云 跟乌云美牙或者瑞巴商量一下 没事 他们愿意换 大家都不想出差 是的 出差还是 周马劳顿 旅途辛苦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晕车 你不知道吧 就晕各种 我真的不知道 你火车高铁也晕 晕 那么平稳都晕 对 飞机也晕 你飞机也晕 对 我一上飞机就睡着了 那个 回头给你弄一个大马车 拉的那个 大马车我不得颠死了 轿子 轿子 我说这个好神奇 火车高铁也晕 对 走路不晕 走路不晕 这好神奇 晕车药好用吗 晕车药不好用 晕车药吃了特难受 天哪 对 你比小和还厉害 小和咋了 小和是公交晕 然后那个打车不晕 得了一个富贵病 我打车也晕 小和等了一个富贵病 在每次去 在杭州 我说小和去吃饭去 我说好啊 他每次听到这事特开心 我说稍微远点 可能一个小时公交 他说不去 就很晕 他说坐公交很晕 那坐地铁吧 坐地铁会比坐公交好一点 不过杭州地铁建设没那么快 好 那我们马上看一下第二场比赛 看一下斯威斯的第二局比赛 不过最近在杭州那个 坐公交车 我觉得也挺难受的 真的 因为杭州 我觉得杭州的公交车 基本上没人坐呀 那帮司机经常踩那急刹车 受不了 我的天 那个急刹车踩的 你在他耳边说两句 我怕我怕 我怕吃完之后都踩得更狠 真的很难受 那家伙那个 公交车本身跑得也不快 但是不快你驾不住人多 然后人多的时候 你在那一站一踩一扎 是吧 我恨不得从后座直接穿到前座去 真的 你下次可以穿在那个司机的脸上 是的 我觉得我以后决定做司机的后排座 这样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踩了 想想还挺有意思的 这边县镇 这里是一号上的高顺 不知道 后主位的一个匠面会怎么样 你看看后面的下面怎么样 因为老司机还是有一局的那个先说机会 是的 但是GK是没有了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树香 我自己私底下玩 我每次看到树香 我都转成那个无香 这样啊 对 树香有点弱 树香是有点弱 就是强的时候是真强 弱的时候是真弱 对 这边 二三五七 哎 董允 蔡夫人 蔡夫人 我觉得啊 就是老司机有可能会 这局有可能 有可能要先做 有可能要先做 但是还是看一下后主位的酱面 我觉得可能要先 这边六七六八号位 董允这个武将很喜欢 属于一个运营匠吧 我觉得 叫运营匠 就一点一点积累优势 但是他 8号补了一个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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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勉强还可以 还好吧 看七号位是不是一个bug将 如果七号位是一个bug将 老司机可能要先了 对 我觉得这里就要注意老司机 要不要先做 我觉得 这边如果来一灵桶 我觉得老司机是有先的可能的 哈哈哈 看他七号位 对 就看这个位置的酱面了 司马朗 司马朗 可以先 还可以吧 勉强 那没先 没先 就暖色方就勉强 因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啊 蔡夫人跟司马朗配合可能性大吗 当蔡夫人需要跟司马朗配合的时候 基本这个蔡夫人 蔡夫人要凉了 要凉了 那说明他窃听摸不着牌 对吧 然后冬云本身又是一个给人补牌的 所以说 高顺有机会了 这个高顺起手 拼赢了 拼赢了 有几张杀看一下 第二张就已经出闪了 第三刀 还有没有 还有吗 第四刀 哇要直接秒人吗 这么凶的 秒人送你去武家好不好 秒人送你进武家 看一下后只会有没有杀桃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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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杀桃了 哎 配合发动一个军兵 是否发动军兵 我觉得可以 是的 我觉得可以 对 拿两张嘛 拿两张挺好 挺好挺好 那这个四刀香被压有点难受 四刀香手里有可能有桃 但可能他先要炸那个司马朗桃 嗯 如果有桃的话 就好说 没桃的话会很难受 哎我觉得这个高顺还挺有意思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杀 嗯 这个是要直接奔高顺吗 啊 反正他也够不到别人 对 高顺很开心 有曹人给补牌了 对 哦 没有没有的话那就很难受了 那这就很难受了 但是这里是可以发动一下 嗯 对可以发动一下技能的 这个司马朗表很开心啊 董寅回合结束之后可以磨一张牌给他 嗯 这个正好是符合那个 董寅的那个 空间的 看董寅这边能不能对刘峰有一个比较好的压制 哦 直接 秉证了是吗 对 增加了一个目标 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直接回合结束了 没有什么太大作为 手法很刺吗 哦 AOE AOE不敢放 哦 他不放的话 其实蔡夫人过一张牌也不错 有距离吗 这些 真是有距离 蔡夫人这坑位还算可以 因为旁边坐小猪狗没有太多的输出能力 嗯 乐上了被乐出了 看一下有没有无限 有无限 有无限应该拼不过诸葛亮 呃不一定 诸葛亮是一个六号位 六号位不能刷手续卡 诸葛亮该不会真的没有无限吧 还要曹人帮忙出一张无限火机 对啊 他就是没有啊 我说了嘛 六号他不能刷牌的 有可能也流牌火计 火死他上枪也对 是要 呃也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嗯 真的 不要把诸葛亮当成一个防御或者辅入这样的 他有输出能力的 人家会火攻的 诶 诶 实际上黑 关键时刻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有没有 哎呀 没有真的没有 没有黑 真的没有黑 看来是 这就有点小尴尬了 嗯 然后一刀杀杀蔡夫人 不过也还好 斯巴朗没有掉血 没有办法给所上枪回血 对的 第二张勒布斯数 这里是直接勒住了 冷水方勒还是蛮多的 哦 这里是第二张勒布斯数了 中了 呃 虽然上手里是一张名字草花沙 草人可以不用理会了 可以奔一下蔡夫人 但是奔蔡夫人的话 感觉看两张牌很亏耶 亏吗 那看斯巴朗 诶 但是有三张了 三张了还行 三张了 我觉得现在冷色方最想要的是一个距离 距离 他们最想要的是距离 唐距离 有距离去够的孙儿香 哎 火宫 这个是有草花 名的是草花 名的草花沙 一个街道 神奇 一圈下来一个距离都没有出现在场上 很正常嘛 嗯 可能都在排队底呢 死马朗给一桃 冰住 那应该也是过了 没有关系还有高顺 还有高顺啊 看我们这个高顺 高顺的拼点 嗯 哦 香香的手牌也是名的 对 嗯 而且发动一下栗战 陷阵是无限距离的吧 你猜 是无限距离的 我我我 不是 我最早是老把那个高顺和那谁混 对 是如果他赢了是 赢了无限距离和防距 对 好像是 然后还有杀的次数 呃 无限出杀 但是还是比太史词弱一些 啊 那这样的话 苏让香悬告阵亡 呃 苏让香阵亡的话 暖色方 现在 他没有比太史词弱呀 太史词不无是防距啊 还是弱 我觉得还是弱 但是人家一下杀俩 两刀 嗯 对 这边直接奔流风吧 对 直接奔流风 嗯 挺可爱的 为什么不酒杀 是因为高顺的技能是禁酒啊 他的酒也是杀 啊 有人说酒杀吗 啊 好吧 高顺和禁酒 嗯 这边只学压后之位就可以了啊 输出 对的 这里就 慢慢的打就好了 慢慢打 要打死太夫人 然后这里杀一刀 蔡夫人这点是最薄弱的 对 不要动司马朗 不要给司马朗能够发动去疾的可能 嗯 蔡夫人也很难受 连个 连个刀都没摸到 一个武器都没有摸到 装备 刮闪电了 这里的闪电也是无奈之举了 实在是无奈之举了 实在是无奈之举 这个流风其实还是 是因为有那么丢丢危险吧 对 是个主攻位嘛 是个主攻位 但是暖色方也不太敢动他 因为你动完之后 人家又有曹人立战的空间了 没办法 现在只能打他呀 但是你也只能打他 只能打他了 不打 不打没有机会了 是的 你从曹人打起的话 你们这局不赢 但是从流风打起 这局可能会赢 是的 对吧 献周 直接献周回血 然后要军兵 送距离 送距离 这样让司马郎也能输出 也能打到流风 只是 我觉得冷色方他们出的兵乐 还挺多的 对对对 两个乐 限制了蔡夫人加司马朗 两个回合很重要 就乐不思数还挺厉害的 是的 继续激活蔡夫人 但是蔡夫人的献周也没有了 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那蔡夫人现在还挺脆 司马朗三双手牌 如果那个兵过不去的话 其实很难有太大作为 因为有一张是鸣的武器 对吧 当然那武器我可能给不去啊 但我觉得可能没给不去 可能挂起来砍一刀 让自己军兵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非常伸手 非常伸手 这个诸葛亮 哎呀 耻辱啊 天天老让曹仁帮你打无气 这个诸葛亮 你真的耻辱 怎么回事 怎么肥四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黑牌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啊 再看一眼蔡夫人 嗯 这可能要看一眼蔡夫人 然后想办法弄个距离啊 决斗 在这里是气掉了人王盾 哎呀 仇人 一个诸葛亮天天老摸不到 黑的 天天需要靠别人打 无气 当然不排除 他们是为了解决 那个曹仁手牌 手牌 其实 其实你们不知道 诸葛亮其实是个盾 放在那 哈哈哈 威慑力 对 怕被司马朗跟蔡夫人集火 懂吧 对 一个名牌 带走 那基本 暖色方无力回天了 对 基本无力回天了 所以我们发现你这一句 其实 董允的发挥很一般 然后非常香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板 呃 其实你不能叫董允发挥一般 因为董允还是个运营家 对 他要靠一点一点去走 对啊 那那没有办法呀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 冷色方的速度还挺高的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孙雅香弃的A 第二A谁弃的是 是卢峰弃的对吧 是吧 我忘了是 呃 是 就第一个A 孙雅香弃了一张丹蛮 然后董允弃弃了一张万剑 董允技能我记得好像是 他是成为 普通起丹蛮目标 对 所以说 他是成为目标的时候 我没想明白那个 那个南蛮其实可以放 不能放 不能放吗 因为就是 南蛮放了是对冷色方有利的 那个栗战呀 我知道你是怕栗战是吧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说 那个时候 我在想考虑是不是 追求一点极致的输出 会比较好呢 嗯 也许吧 不好不好不好 现在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能了 因为司马朗和董允两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爆发能力 都属于两个运营将 而且司马朗军兵随时还可能有负收益 对 司马朗军兵有时候 敌人也会跟他使用的 对对对 嗯这边 打掉 诶终于有一个无邪可击了 好人拿一顺手 而且实际上真无邪 顺手 国差 顺手国差决斗 这个 这边 可以考虑对 拿输出了 因为直接要问司马朗了 嗯 就不考虑 不用考虑冬兵的问题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他问题 直接问司马朗 而且司马朗现在是一坑位 四为一 围起来的 而且冬兵还挂一个盾 没必要 都不会去打冬兵的 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去碰他 南巴入侵 开了一发 高顺肯定是要凋写的 高顺肯定是要凋写的 这个曹人的武器还蛮多的 嗯 他三轮每一轮都有一张武器 每一轮都有一张武器 嗯 他负责了出口量的工作 哈哈哈哈 没有太多分 蛮可能 因为已经出差不多了 哎呦我天呐 对诸葛亮我已经不想说了 这是个假诸葛亮 这是真的是一个假诸葛亮 他是一个三雪白板来的 三雪带八阵的威慑力 对 就没有人打他 他不厉害嘛 对吧 先看眼牌 啊 气掉一加一码手里没防御 应该是给他们留一张输出 被 被顺光了 对 被顺空了 下回合直接鼓定刀 而且还有决斗 其实如果你看的差不多 然后高顺手里牌多的话 你最后一张牌不要顺他 留给他 留到高顺去平点 对啊 然后一刹两雪 一刹两雪对吧 一战大魔胎 一张决斗 杀是肯定有的 你这样就很难受啊 哎两个决斗 两个决斗 嗯 看一下冬有没有杀 有没有淘宝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淘捞起来了 还是得死的 没有的没有用 对 好 那么 老司机 在下一程 对今天是6比2 整个4V4是2比0 嗯 4比4比0吧 总比分应该是6分 对吧 那最终是老司机以6比2 目前 暂时领先 也就叫暂时领先吧 但是JK这一轮已经没有赢的可能了 对 最多打拼 最多打拼 最多打拼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亏的局面了 拿1分 毕竟总分还是少的 嗯 然后他们的双方的2V2的较量将在我们周日的晚上6点进行 嗯 这是我们今天全部比赛 然后后面呢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赛事啊 明天是 明天是Casper对无双 嗯 对的 对 然后Casper对无双是明天晚上7点半 嗯 哎 哎 之前的比分四五六哎 哈哈哈哈 那你觉得明天呢 明天不一定 哈哈哈哈 因为上周上周就是也是感觉蛮有规律的 但是最后一天打出来的 但明天的比赛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 对对对 非常精彩 因为双方的选手应该无论从3-3还是从4-4都是比较强的这种 对都比较强的选手 4-4首先Casper这边 其实每个周末步都还挺强的了 Casper这边首先是未免的冠军队伍 要无双这边实际上是有颇多战绩的颇多战绩 嗯 无论是在消音型的架级联赛还是在王站的赛场上也拿过很多荣誉 嗯 对只不过有的时候稍微运气差一点点 明天我们相信会有一个很精彩的对局 嗯 嗯 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所有的直播就全部结束了 嗯 然后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王站直播间 嗯 嗯 感谢观看